莫子被誉为我国古代的科胜,知道为什么吗?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莫子 大家好,这是小博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莫子的《金下》和《金梭下》两篇内容 前期内容我们分享了莫子对古代语言学的贡献 那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这篇里面关于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看逻辑学的内容 莫子论述了事物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关系 莫子说,无看起来是无 但实际上必须以有作为参考,才能确定什么是无 预先告诫别人行事不要有闪失 这就是依照本来没有发生的事来说无 就像我们说,路的前方没有障碍物 这都没有,实际上是以有作为参考来说的 这里是有和无在现实中的辩证关系 就像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天下皆知美为美,是恶也 皆知善为善,是不善也 天下的美丑善恶都是相对相生的 莫子还论述了名和实的辩论关系 莫子说,我们称人为谣,与称人为做肉根的厨子 前者是以名称呼,那后者是以实作为称呼的 我们称某人是富商,是以名义看人 而称某人是做肉根的厨子,是以实质看人 谣的道义在今天是一种声望 这种道义名声产生于今天 而道义实际的行为则发生在古代 我们只是把今天的道义附会到了古代 古今的时代不同,关键在于道义的不同 这里莫子论述了名和实分离的危险 莫子认为事物有长短高下之分 可以用处于低处的事物来衡量处于高处事物的高度 但是要判断事情的高下是以善或者不善为标准的 并没有像山丘胡泽这么高低明显的标准 善或者不善是可以转换的 如果具于下位的人要好于具于善位的人 那么下也就变成了所谓的善 这里实际上莫子区分了事实判断还有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有绝对的标准 而价值判断没有绝对的标准是相对的 莫子说比和齿是相对而生产生的名称 在这个意义上说比齿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仅就比方而定于比 限定了比和齿是不可以的 要意识到比就是齿 齿就是比 它们都是相对而产生的名称 人就是仁爱 就是爱人 义就是私利于他人 人是义的内因 而义是人的外在表现 它们也是相对而产生的名称 人和义 爱和利 都在人的内心或者在人的心中 所爱和所利的对象都是其他人 爱和利彼此不分内外 所爱和所利的对象彼此也不分内外 并非像其他人说的 仁爱是由内心而生发的 而义是由外物所感 仁义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 莫子说 内外是一个相反相成的概念 对于整体的事物 观照某一个角度 就忽视了其他的角度 而这一切都存在于该事物的整体之中 这里其实莫子反驳了四角主义 我们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 而不要拘泥于某一个四角的解释 思想极具有辩证性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莫子的光学知识 莫子说 影就是光照射到的地方 影子就不存在 如果光线始终存在 那么就不会产生影子 影是两条光线夹到一条光线 一条光线就会变成影子 光线照射到人 如果人在下方 影子就会投射到上方 因为足部挡住了自下而来的光 因此沉影在上方 头部挡住了自上而下的射来的光 因此沉影就在下方 莫子说 光通过小孔照射过来 投射到近或者远处的墙壁上 就会形成倒立的投影 这是小孔成像的原理 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面都学过 日光通过反射照射到人 影子会形成于太阳的方位和人之间 光照射到倾斜的目柱上 形成的影子短而粗大 光照射到直立的柱子上 会形成的影子长而细小 光比目柱小 那照出的影子就会目柱大 面对镜子站立 距离远或者近 镜中的影子多或者少 不同的事物 照应在影子里面 状茂形态 颜色黑白 距离远近 姿态斜正都各不相同 不同的镜子 随着光照一起产生 也随着光照一起消失 莫子说 镜的原理是 凡是照到其中所能照到的范围内 因此影子能从事造出影像 实体也必在一处 然而影子也有不同的种类 凸面镜 正对其中央的地方 所能照到的范围就大 影子也大 斜对其中央的地方 照到的范围小 影子也小 但无论大小 影子都是正的 这是由于影子产生于中央 沿着正方向向外反射 如果是凸面镜的边缘 离边缘中心近的地方 照到的范围大 影子也大 离边缘中心远的地方 照到的范围小 影子也小 而无论如何 影子都是偏的 不过虽然影子是倾斜的 依然和在突边镜的中央一样 沿着正方向向外反射 照镜子的人 离镜子近的时候 实体大 影子也大 距离镜子远的时候 实体小 影子也小 实体正 影子也正 这里莫子详细论述了光和影的关系 涉及到了小孔成像的现象 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光的反射现象 还有光源和物影的关系等等 这些光学知识 在现代的影像技术方面 仍然广泛应用 电影机 摄像机 还有投影仪 都是根据这些投影知识 而设计建造的 而且莫子还论述了光的作用和意义 莫子说 我们通常以为是凭借视觉看到了事物 但是如果没有光 我们就无法看到事物 仍然视觉要依靠光 才能看到真实的事物 可以说 莫子代表了我国先秦时期光学的最高水平 不仅如此 在这篇里面 莫子还详细介绍了力学的相关知识 介绍了杠杆原理 滑轮原理 云梯 还有车梯的相关的 技术原理 堪称是 我国古代的工匠技术大权 但是莫金的意义 其实还远不于此 据统计 仅莫金的《惊吓篇》中 就有83个条目的内容 其中 自然科学知识有16条 在自然科学知识里面 属于光学的有8条 力学和物理学 还有简单机械学的有7条 数学有一条 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 就有67条 而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里面 属于逻辑学的有41条 占了全部条目的近50% 方法论的有10条 世界观的有6条 认识论的有5条 历史观的有2条 经济学的有2条 还有政治学的1条 可以看出 莫金的内容 其实涵盖范围非常自广 莫子不仅以自身的 实践经验为基础 总结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 更重要的是 他把这些知识和技术 上升到了科学理论的高度 还进行了理论归纳和总结 论证还有思辨 体现了我国古代实用主义的科学观 莫子也因此被尊称为 我国古代的科胜 好了 莫子的经上还有经下的内容 就介绍到这里 更多精彩的内容 推荐大家阅读 中华书局出版的莫子一书 下期内容 我们继续介绍 莫金里面另外两篇 大曲和小曲 如果喜欢你的内容 请长按点赞和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100本精品书单 和100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徒 私信我免费送给你